如果你假设1NG,你不知道放哪里 记得,不然就是在前面加上绝对路径这个叙述 理论上,如果早期版本,这个反斜线一定要加拖曳资源 不过我看好像新版都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不加了,因为旧版一定要加 那或者是说,可能还有一个方法 如果你很多反斜线,因为很多层,很多子目入的话 那如果不想加,还有一个方法,前面加个小R 这样也可以,可是我现在发现 旧版需要,但新版暂时好像不需要 我目前看一下,如果你加没有错,你就不要加好了 OK,这样就可以了 就加一个路径,那跑的话应该就OK了 所以如果假设路径部分不OK的话 那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加个绝对路径 好,这第一个 那所以我们刚刚做的独挡进来 然后做切割到串列的动作 但是呢,又衍生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串列里面的是自串 所以我需要怎么,把它改成整数好了 那怎么样改整数 你不能说你直接把那个串列外面包一个R&T 它不接收,因为你里面很多个啊 可是R&T只能处理一个啊 所以变成说你要一个一个把它读出来之后 所以第一个哦,你要如何怎么样把那个串列里面的资料一个一个的读出来 然后呢 读出来之后呢 把它转成R&T之后再存回去 所以其实程式有两行 一行是for回圈,一个一个读,因为我已经知道 它这个总共有几个,所以哦 怎么样把这个串列一个读出来 我们这边底下就是加一个for回圈 那前面一样啊,for i什么呢 in range 所以这个写法还蛮固定的 那range的话呢 那串列一定从0开始 0,然后到多少呢? 逗点 到它总数那个地方停下来 比如说它总共有,假设是5个好了 那一定是0,1,2,3,4嘛 对,那到5停下来 所以哦,一般我们习惯 会直接在这边加一个ln 挖弧 然后呢,把什么?把这个score放进来 它的总数基本上,假设5个好了 有没有,那它的编号一定从0,1,2,3,4 有没有,所以刚好这个规则就是 0到它的总数 这样就OK了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我们加一个冒号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里面的东西一个读 那怎么读出来呢 读的话就是这个score 刮弧有没有,i 所以哦,读出来的话是 中刮弧里面加一个i就可以了 如果里面放0,那就抓第一个 那如果放1,就抓1之类推 可是我要怎么样 转型,重回去 所以转型的话就是在外面包一个什么 int 刮弧 那重回去的话特别注意哦 重回去就是加一个等号 重回去的话呢 就把自己再放在前面 有没有 这样的话呢,意思是说哦 帮我把它转成int之后哦 再重回去自己原来的位置 这样就盖过去了 本来它原来里面应该是字串的 然后呢,就把它写到它原来的位置 这样子就转型完了 所以它会一个一个把它读出来 比如说先读什么,读89 对哦,890嘛 然后读进来之后的话 经过int它就变89 那89呢,它就存在原来的位置 所以这个位置 就盖过去变89 那意思类推,一个一个的读出来 写回去,读出来写回去 那最后的话我一样,我们把它print一下 print 这边把它复制一个print 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print 所以哦,我两个print 这个不用了,这个print拿掉 好,那这样的话呢,我就把它转了 所以哦 两行哦,一行是什么 把这个范围里面的每一个资料跟它讲 再来就是读出来 转型完成回去哦 所以这个还蛮常会遇到的哦 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你从外部读取档案 这个形态错,你就要一个个把它转 转完写回去 再去做处理就不会出错了 OK,来,执行一下 有没有发现 得到的结果哦 上面是这样了,有没有 下面的话就转型成功 你会发现哦 它的那个单引号符号就不见了 对哦,特别是这样哦 这个可能哦 要特别小心 好,那其实如果你做完之后啦 后面就简单了,后面的程式哦 基本上就不用key了 你就直接把刚刚的程式哦 全部哦,因为我们我们的变数也叫scope 所以哦,你甚至直接把这个底下刚刚我们写的这一段 从输出结果这个注解这边 然后把它复制直接贴到这个底下 那就完成 就完成成我们要的报表了 有没有发现 总共11个学生 总分几分,平均几分 最高最低 就通通列出来 OK,因为其实 跟前面的方法一样 只是说 前一个范例是自己key的啦 那这个范例是读进来 切割之后放在串列里面 但结果也是会是一样 所以往后哦,如果你是手动key的话 那记得就是要先建一个空的串列 然后用append把它放进去 但是如果你是外部读档的话 不用,你就直接把 把它 资料 只要切割 变成串列 放进去就OK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就是 特别注意一下 那重点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 回圈 所以这个程式应该在 在我们的云端的第五页 那我这边是用evo啦 主要是,当然如果你有小数点 你就用evo,如果没有小数点你就按T 那底下就把这个结果给贴上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请各位 再试试看 那后面的话呢,另外就是存档 因为如果假设啦,你已经做好 一个报表 那你希望把这个报表存档起来 那存档的话 在那个python里面也相当简单 也是差两行事情就搞定 最重要的就是刚刚 我们有个地方必须要修改 把r有没有,改成w就写 另外的话,刚刚 那个产生的物件 我们后面本来是用read 有没有 那如果你是写的话,就把它改成right就可以 right的括弧里面就是要告诉我要写什么东西 到那个档案里面去 所以 假如说我要产生一个report的话 那我就直接怎么 就是用f 所以这个也许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如果存档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在python里面 独档跟存档 其实我是觉得相对起来 相对起来是真的相对比较简单 就会说 谢谢大家